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的影片是六星優先度推薦 圖片我就貼在畫面上了 先說一下為什麼這個系列這麼久沒做了 原因超簡單 因為六星角色實在是太多了 工作量超級大 目前日版六星角色已經有60位了 如果每個都花一分鐘的時間講 那影片時間會長達60分鐘 第二次會做的是因為最近有幾個觀眾總是催著想看六星推薦才做的 不過這次就只是單純的排列順序 不會花時間介紹每個角色 關於這張表 你需要知道的事情是 這是日版目前的推薦 有含最新的六星角色霞 表格上所有角色預設都是滿練度 專一滿 專二如果有也是滿 至於專二有夠貴 花下去值不值得之類的問題不在考量範圍內 然後有少數角色解放關卡很難打 有些新手可能資源夠了 短時間也打不贏 無法解放 這個由於我沒有低等賬號 誰好打 誰難打 我不知道 所以解放關卡難不難打 也不在表格的考慮範圍內 再來就是因為六星角色實在太多 我做這個表格的用心程度不如做未來式 做未來式的時候 角色的戰隊戰評價 我會看最近五個月的上場次數有幾次 如果這60個角色每個都要按照未來式的標準去查 最近五個月的紀錄 那工作量太大 扛不住 所以戰隊戰部分我是有點用印象去排的 至於競技場方面就更主觀了 是以我自己常用的角色 以及我在我自己群組有多常看到這個角色來決定 最後把戰隊戰競技場還有推圖作業出現頻率 照我的印象大致上做個綜合評價 於是本圖片就誕生了 如果各位有辦法接受我這種比較偷懶的做法 就可以參考這個圖片 如果接受不了就當沒看到吧 或是你覺得哪個角色評價跟你想的差很多 可以在影片底下討論 因為我沒有解釋太多 所以應該還是會有人有一些疑問 如果是看完還有疑問 想要發問也可以留言問 最後是這次使用Teermaker來製作 模板連結我貼在影片下方 資訊欄了 如果你不認同我的排法 或是你想多看幾個人的排法 你可以把連結丟給你信任的人去做 OK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的全部內容了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